女人恋爱时说过最假的六句话 千万别当真 第一句 女人恋爱的时候经常会说 我要减肥 这个蛋糕我只吃一口等等 但作为吃货的她 还没有等你反应过来就已经下嘴了 不过这点假话也不伤大雅 但如果真有点胖了 她还是会控制一下的 第二句 女人在被自己男朋友发现 和别人搞暧昧或者聊天时 最假的话就是说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你这人太小心眼了 究竟是你自己太浪了 还是别人太小心眼了呢 第三句 有的女生为了取悦自己男朋友 会害羞的说 你那方面好厉害哦 其实这句话已经暴露 她是个老司机 而且说的比较违心 你如果真的很强 她自然会更加愿意和你亲热 否则嘴上说的都是胡扯 第四句 有的女生在面对不喜欢男生追求时 实在想不出来理由拒绝 就会说 我们还小 不打算谈恋爱 你还小 是开玩笑的吗 你难道还没有成年吗 这说明她对你没有兴趣 第五句话 女人在玩具男生时 说的最假的就是 你很好 是我配不上你 有的梗子一点的 不还真当真 说的不要紧 你不要自卑 其实你想多了 女生谁不想嫁个白马王子 连灰姑娘都想 如果你真比她好很多 她喜欢还来不及呢 第六句 女人不想离你的时候 最大的借口就是 我刚刚在忙 没有看到你电话 如果她喜欢你 手机时时刻刻 得你的电话和消息 这样说就是表面 她开始冷落你 或者对你没兴趣了 你没看你 我刚刚在忙 这一段时间 在我们上在eted 曾经两千万arian